一化一世界新闻看瞬间 大家好 我是蒋小峰 新年开始美国内政出现了新局面 第116届国会会期启动了 参众两院新成员宣誓就职 那么中医院的民主党领袖佩洛西 当选为新一届的中医院的议长 两院分治时代正式开启 来看照片 这是美国国会的一个内景 画面当中的焦点 自然是在主席台上 穿着红衣服的民主党的 众议院的领袖佩洛西 那么78岁的佩洛西 以222票比192票 第二次当选为众议院的议长 那么围绕在他身边的那些儿童 当然不是国会议员 而是各位当选议员们的小童了 他们给佩洛西站台 或许从此也开始了他们从政的梦想 佩洛西说 会尽可能的推动跨党派的合作 但首先是要让政府重新开门 他说民主党人会将两个开支法案送到参议院 一个是保证政府开门到2月8号的权益性的开支法案 另一个是不包括边境墙拨款的开支法案 那么参议院方面的反馈 说法案是政治秀 不会接受任何没有机会通过参议院 或得到总统签名的提案 现在是美国的参议员在纷纷的宣誓就职 那么照片当中这名穿着蓝色衣服的参议员 他名叫伊丽莎白沃伦 他被称为是2020年最有机会击败特朗普的女人 他宣布有意代表民主党来参选 沃伦曾经表明他拥有美洲元著名的血统 但特朗普说他的血统是假的 如果进行DNA测试的话 非常愿意捐给他100万美元 去年的时候沃伦还真的去做了DNA的检测 结果表明他拥有1024分之1到64分之1 也就是只有0.0977%到1.56%的 每周的印第安的血统 特朗普对于这一结果是嗤之以鼻 说只有那些低智商的人才会相信沃伦的检测报告 好 美国的联邦政府部分关门 到3号的时候已经进入到了第13天 非常紧急 特朗普是非常罕见的出现了在白宫的一个检报室里面 他重申了对于重建美墨边境墙的立场 他说归根结底 这个是美国是需要这堵墙的 那么美国政府关门进入到第13天 两党仍然没有丝毫妥协的迹象 如果再持续一个礼拜的话 就有可能打破美国政府关门的历史记录了 也就是克林顿总统时期的21天 好 以上就是今天是点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下周见